二号 黑豹扮演者因病去世 曾是扣篮大赛评委詹姆斯发合照悼念 北京时间8月29日 黑豹扮演者查德维克·博斯曼的家人 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 过去四年他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 他的很多电影作品都是在抗癌期间拍摄 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演员 在与病魔抗争的这四年 他出演了漫威非常火爆的电影《美国队场3》 黑豹 互联四分之三 瓦坎达在无国王 黑豹扮演者因病去世 曾担任NBA扣篮大赛评委 德维克·博斯曼在去世十年仅43岁 不过他看起来就像二十出头的小伙 在电影中他扮演的黑豹是瓦坎达的国王 今后瓦坎达在无国外了 相信很多喜欢漫威的粉丝 喜欢黑豹的粉丝 今天都是难熬的一天 在得知他去世后 NBA联盟第一人詹姆斯 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合照悼念这位演员 并写道 希望詹姆斯能为了他的朋友 德维克·博斯曼打出好的表现